複習一下就是說那個向下追蹤的那一段程式 向下追蹤當然現在 如果是到這邊 假設我又多兩個如果你之前寫的就到這裡 清楚也到這裡 所以我們之前講過嘛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你就不能把它寫寫固定的如果你寫固定的話 那下一次的話假設已經到12 或更多或更少 那你就會有問題所以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喔向下追蹤的寫法 從A2向下追蹤Ctrl向下類似這樣的原理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原理 改成 VBA 還記得吧 我前面講 你可能第二個要學會 另外一個物件叫Range Range呢指的是一個絕對的一個位置 那前後刮弧 裡面直接給一個字串 從哪裡呢從A2 所以你就輸入A2吧 再來的話向下追蹤的話就是 點 點 and end 意思就是上下左右的哪一個方向 前刮弧 那你跟他講說我要向下 那就xl down 前刮弧用選的 然後呢點什麼呢 那當我向下追蹤到他最下面的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可以不可以幫我把他的列 這個值丟回來給我啊 那列那個值的話就可以透過Row 這個屬性 這個屬性裡面就幫你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12的這個數字 他就會幫你把12這個值放到這邊來 OK那你會發現喔 物件 其實裡面最重要就兩個東西 一個叫屬性 就放什麼資料 放哪一列的資料 另外一個綠色的話就是方法 就是做什麼事情 OK那我們這邊的話 用得到哪一路 他這個地方 做完之後下面也是一樣 所以清除部分把它貼上就OK了 那這個時候呢剛剛 向下填滿他會到這邊卡住10 現在會不會 現在不會了 清楚會不會 清楚不會 也就是如果你增加或減少 他會自動幫你去 做彈性的 取得最下面列這個訊息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刮弧之段 這個地方輸出是公式 丟公式 然後去 改他裡面的那個列號 OK 那丟公式的話 變成 這 如果不是丟公式是 得到最後的結果的話 那當然我們怎麼撰寫 第一個 SUB 其實頭跟尾都一樣 我可以把它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因為 其實 某些地方的程式是一樣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重寫麻煩 乾脆怎麼樣 乾脆把它拿來做修改 列車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 把這個後面的公式拿掉 那我就先給空字串 因為我目前還不太知道我要丟什麼 所以我可以先丟一個空的 那 可是呢 邏輯 先拿上面來改 OK 比較簡單 第二個就是說呢 你要思考說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是要在 VBA 裡面處理完 之後再把結果丟過來的話 那我可能要模擬 你類似那個剛剛這個公式裡面 先fine fine前刮弧 然後呢 再fine後刮弧 再把它做 做那個 計算 得到 再用mid去把它做切割 那這樣類似的邏輯 在VBA該如何撰寫 特別注意 第一個 我們可以 先 先給個變數 A好了 A等於什麼 錢刮弧的位置 那錢刮弧的位置 如果說 我用VBA的 函數 要尋找的話 特別注意 打個VBA好了 點 那因為我不知道 VBA裡面有哪些函數 其實你會發現它會列表 這邊就全部就是 VBA裡面 可以用的函數 那其中有一個叫 instry imstr 錢刮弧一下 其實這個函數 就是尋找函數 OK VBA裡面的尋找函數 只是說呢 它跟fine函數 最大的差別 在哪裡呢 剛剛fine函數 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給的那個參數有沒有 是 先找哪一個 去哪邊找 從哪個字開始 那特別注意 那個instry函數 它剛好 位置剛好 顛倒 從這邊過來 也就是說它一樣 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那可能就是它的那個 引數的順序 剛好就是跟fine函數顛倒 所以它第一個會問你說 從從哪個字開始 如果沒有就跳過 去哪邊找 找什麼東西 OK 順序可能顛倒一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印帥函數 怎麼使用它呢 接下來就是 印帥 然後呢 第一個 它會 其實你前刮弧 它也會提示 它會問你 START 中刮弧 表示可以 可以不給 如果不給的話 沒關係你就跳過 第二個的話就是 瞬一 指的是 你要到哪邊找 我要到那個 我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儲存格的話呢 我們就打一個sales 前刮弧 然後 DI列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這邊直接用回圈裡面的敘述 那哪一欄呢 我們一定是在A欄裡面找 所以請你幫我在 A欄裡面去找找看 然後呢 逗點 找什麼呢 找那個 錢刮弧 錢刮弧 跟它講 OK 好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幫你怎麼樣 去 這個儲存格裡面 找找看有沒有錢刮弧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看 它回來 這個結果的話 就會把這個3 1 2 3 先丟給A 那再來的話就B啦 所以其實 把這個複製一下 複製到底下 然後把它改成B B的話就後刮弧的位置 所以把這個改成後刮弧 後刮的位置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是什麼 輸出到那個 初春歌裡面的東西 你就可以用什麼 MID MID 特別注意喔 VBA裡面 點 有沒有MID 有耶 有沒有一模一樣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名稱 MID 那特別注意喔 VBA這幾個字 刪掉沒有關係 流也沒關係 兩個都可以 OK 只是說呢 為什麼你想說 老師你幹嘛要打VBA 點 很簡單嘛 因為點下去有 可以用選的 選的 保證不會錯 所以我們用MID好了 OK 錢刮弧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你要去哪邊 把資料抓過來 從A欄裡面幫我抓 所以就是同一列的 A欄裡面 然後豆點 第二個問題 STAR LUMBER 有沒有 其實就是STAR 從哪個字開始啊 從那個 錢刮弧的位置 加1嘛 錢刮的位置 我們不是抓到在A 所以就是A 加1 對不對 豆點 幾個字 其實就是那個什麼 LUMBER OF CHARLES 就一樣 就是 後刮弧的位置 減掉錢刮弧的位置 再減掉1 有沒有 跟剛剛不是一樣嗎 後刮弧一下 對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 有沒有 這個敘述 就是前刮弧 這個敘述 就是後刮弧 這個敘述 就是MID 但是呢 還缺一個 ifl 會不會有ifl 有 比如說我現在執行給各位看 我先清除 執行給各位 錯了 應該是 應該是 這邊才對 我切過來這邊 VBA 切到這邊來 這邊執行 那你會發現如果現在執行的話會有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因為他第一次有沒有 執行 真錯一下 為什麼錯 因為 從 第二列開始 那這裡面因為沒有刮弧 所以你會發現 0 找不到 如果呢沒有錢刮弧 回來就0 fine不到是 OK 那b 找不到 所以呢你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都沒有的話呢 那當然這個位置 加1就是從第一個開始 那如果是0-0又-1 這個長度-1沒有 那一定是出錯 所以怎麼辦呢 這邊你可能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 我們在那個 Essal裡面是用ifl 不過在VBA裡面 你可能要多打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if 可能先講一下邏輯吧 如果 如果 A假設等於0的話 那 或者B等於0 不過我們其實判斷A就可以了 這樣 OK 這樣的話 打一個然後 這樣 然後呢 記得喔 先打一個 and的兩下 打一個and的if 那這個結構一定要是完整的 有if 通常都要有and的if 然後把這個呢 搬到中間來 一樣的道理 有form 有nets 道理一樣 那一樣這邊的話呢 把它按一個tab鍵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們的邏輯應該講 當A等於0 去切割嗎 好像不對 應該是顛倒 A應該是不等於0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不等於0的話 在VBA的敘述是 小於 大於 當他不等於0的時候 那就跳過 就是意思是說 不要幫我去做切割的動作 那當他等於0的時候呢 才去切割放過來 OK所以我把這個 讓他再回去一下 假設我今天多為一個邏輯判斷 A是不是不等於0 按F8 跳過 表示說呢 因為A現在等於0 所以呢 就不執行底下的動作 所以可以避免什麼 避免那個錯誤 這個有點像我們前面ifl的那個敘述啦 所以這邊呢 ifl的部分呢 我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if的邏輯 不過特別注意到if的邏輯 這個很重要 以後的話呢 我們下一個單元邏輯判斷呢 也還會再講 再進一步的說明 那這邊大概就說一下就是 如果我說要避免怎麼樣 找不到那個刮鬍的話 我就讓他跳過 下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下一個的話就是 這個 A3的儲存格 有沒有找到 有 3 B的話有沒有找到 有9 然後是不是 A不等於0 A不等於0 不等於0 沒錯 因為裡面不是0 所以 進到裡面 他做什麼呢 幫我把這個後面的東西切割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因為I現在等於3 所以 等於丟到 B3 把後面的東西 幫我丟到 B3 F8 OK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他就做什麼 做丟資料的動作 丟到這邊來 依此類推廊 所以等一下都一樣 把它執行 OK 全部OK了 清除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用BBA來寫 會要需要多寫這幾行 總共的話 會有5行程式 比較可能需要注意的應該就是 那個1幅的部分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 最後的這個 參考答案的話 雲端上也有 如果你一下記不起來的話 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上面 151的 擷取 刮幅內 自串的 這一部分 再往下 會有我剛剛寫好的層次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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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